巨蟹座十月末是刺激的 有一个小的新阶段开启 比如说挪到一个新的地方 展开一个新的面貌 事情迎来了新的进展或者变化 跟之前的状态情形肯定是很不同的 至少心境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那进入十一月呢 事业读书方面月初的十天 巨蟹座主动性会增强 面对竞争面对困难 呈现一个总工的试探 你们意识到比起KPI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面对竞争与合作 基于挑战的态度 所以呢会去争取主动的表现 这个行运很有利于面试比赛演讲主持等等 可能有机会登台表演获得瞩目 或者你参与的作品节目项目获得好评 不过呢挑战也是有的 就是外界消耗有点大 这点需要注意啊 月初特别是二日到六日左右 不必要的一些应酬活动也是会发生 就是这些热热闹闹是不是有必要的也要看一下 这个时候容易时间规划不均匀 注意力分散的是比较厉害的 所谓服名服力虚苦劳神 热闹之后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的日常的生活 该上的班得上 该上的学也得学 你要别人跟你玩 要尊重你 其实还是要体现出自己的一个价值 跟有用性 那么11月中旬这10天 11日到13日水星进入到六宫 联动土星之后 巨蟹座就开始走这样的一个运 也会领悟到这些方面 这个时候会需要钻研一个具体的任务 或者是科目 比如说对某项工作或者是课业 进行一个改善 制定一个新的未来的方针 和要做的一些事情等等的 这个行运不轻松啊 那也会让巨蟹座变成实用主义 虽然也会买买买 而且很多是给全家买 比如说宝类件类 或者是日常用品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 过去的职场关系找来 旧的东家旧的同事 因为进行在四宫 也是有资源重新整合的一个机会的 可以好好的把握 也许会有新的收获 同时呢中下旬工作量会开始叠加 慢慢的增多 不过呢是好的增多 甚至有可能是因为 之前任务完成的很漂亮 又被委派了一些新的工作 或者是自己在这个时候 会打算做一些新的事情 会是巨蟹座自己想做的 有意义的事情 那下旬的十天就是忙忙忙啊 可能都没有抬头看天的时间 原因是这个时候会有非常明确的 带有一些时间表的任务 摆在巨蟹座的面前 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耽误 其实就是耽误自己的时间 因此对工作而言算是好事情 效率可以很高 也能够找到努力的一个乐趣和意义 因为这个时候是会有一定的回报的 但需要注意的就是身体 特别是22日到26日以后 注意像这种急症啊 炎症啊 上火啊 外伤啊 过度的加班形成的一些劳累 免疫系统也要多注意啊 以及工作别受伤了 保护好自己 同时呢 下旬注意跟领导的关系 讲话要注意分寸 不要越线啊 那爱情人气方面呢 日水十月末进入到武功 桃花功 人气自然是走望的 走到哪都很吸人眼球 不过呢 十一月正元的类型 还是有一定熟悉度的那种 比如说至少之前就知道他是谁 是那种熟悉的 或者一起接触过 共事过 同一屋檐下待过的那种 会比较有机会发展到下一步 比较能够去确定 下一步进展的时间 是十一月末那周到十二月 十一月的话 整体还是多观察彼此 去了解 尤其是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 没有试错的情况下 两个人干不尴尬 会是剧热作比较看重的 那也有部分剧热作 可能近期在告白被拒之后 受到刺激 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一个工作上 觉得把工作搞好 才是最重要的 那有伴女的剧热作呢 家庭和子女 还是能够给自己十一月 带来很多慰藉的 同时自己为家人 投入的热情也会很多 在外和回家是两副面扣 别人看到 可能都有点难以相信 但剧热作会是两种状态 中旬左右开始 有可能会过上 公司和家两点一线的 这样的简单生活 也可能会自己做饭 或者请人来家里吃饭 去别人家里吃饭等等 能够从伴侣 从一些家庭活动当中 获得某种支持和温情 需要注意的是 有时候对孩子 可能会有些严格 或者是脾气不好 金星天正在四宫呢 也在提醒巨蟹座 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家人 尊重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且是有想法的一个个体 那财业方面呢 10月末到11月前10天 消费还是偏高的 很容易因为便宜啦 或者一些福利啊 就是很想买 尤其是想买车的 买一些3C产品的巨蟹座 可以再等一等啊 还是要考虑一下 是否有这个必要性 可以等到11日水性换座之后 甚至是23日到12月再去买 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机制 或者那个时候你更能够看清楚 一些市场的走向 进账收入方面呢 11日到13日以后 劳动才变好 也就是辛苦得财 虽然辛苦 但是收入有机会增加 比如说找到工作 或者是获得一个副业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应该 勤肯工作的 说不定会有一些 新的一些薪资进账 美容方面呢 大方向是可做的 不过不是个人盘的一个指导 所以还是谨慎一点 那要祝所有的巨蟹座 10月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拜拜